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积善行德的账户会合成了攻击法 它到底隐瞒了什么惊人的秘密 假面人生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2012年初 刘爱玲的手机一连几天都收到一个奇怪的短信 说男人有钱就变坏 还说她的丈夫最近和一个女人来往密切 让她小心提访 刘爱玲心生疑惑 但是仔细一看 发来短信的这个号码 不是一个普通的号码 而是一个奇怪的号码 刘爱玲心想 这八成又是电话诈骗的新发样 所以就没有多加理会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 生活的巨变从这一刻已经开始了 虽然对神秘的短信没有多加理会 但是在今后的生活里 刘爱玲还是不自觉地观察着丈夫 这一观察 她还真发现丈夫好像哪里怪怪的 可是具体要说哪里怪吧 她还说不出来 自此以后 刘爱玲每天都睡不踏实 这一天深夜又是梦中惊醒 刘爱玲发现丈夫根本就不在床上 这个时候是深夜一点多 丈夫不睡觉会在干什么呢 刘爱玲轻手轻脚地起来查看 刚刚走出卧室门 就听到阳台上传来丈夫打电话的声音 虽然丈夫的声音压得很低 但是刘爱玲还是隐约听到丈夫叫对方码什么 还要给对方打钱 并且要陪对方去体检等等 听到这些 刘爱玲顿时心里一惊 丈夫在给谁打电话 紧接着 她的脑海里面出现了几天前收到的那条神秘短信 可究竟是谁发的这条短信 难道短信内容是真的 丈夫确实有怀疑了吗 就在刘爱玲发呆时 丈夫走出了阳台 看到卧室门口的刘爱玲 丈夫也是一惊 四目相对表情凝致 刘爱玲质问丈夫 这大半夜的你不睡觉给谁打电话呢 丈夫反问道 你都听到了什么 刘爱玲愤怒地对丈夫说 我该听到的都听到的 你什么时候在外面开始包养女人了 你给我说清楚 没想到面对刘爱玲的怒气 丈夫反倒笑了起来 包养女人 爱玲你说什么呢 走 咱们回卧室说去 不要吵着孩子 边说边搂着刘爱玲回到了卧室 丈夫告诉刘爱玲 打电话来的是她家乡的一个远亲 因为母亲患了疾病 想跟她借钱 她答应借给对方五万元钱 刘爱玲还是不信 哪有三更半夜借钱的 并且还偷偷摸摸的 丈夫解释说 她跟对方是发小 打来电话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 怕吵着刘爱玲才出去接的电话 就这样才被刘爱玲抓了一个现行 说到借钱 不得不说一下杨新明的为人处事 杨新明身地善良 亲戚朋友只要有困难跟她借钱 没有借不到的 刚结婚那会儿 刘爱玲没少因为这个事跟丈夫发生冲突 但久而久之 杨新明总是以行善积德 总有好报来劝慰刘爱玲 并且还经常进行公益捐助 时间一长 刘爱玲也就了解了丈夫的性格 并且丈夫的生意越做越大 刘爱玲也就不再跟丈夫纠缠这些事情 经过丈夫的解释 刘爱玲没有深究打电话的事情 就这样 夫妻两人的生活又恢复了瓶颈 可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刘爱玲却发现 丈夫好像变了一个人 脾气越来越暴躁 下班回到家 也不理睬自己和女儿 整夜把自己挂在书房里 面对着电脑 一个劲儿的抽烟 刘爱玲不明白 和自己恩爱了十几年的丈夫 为何会突然变成这样 要说刘爱玲和杨新明 那也是白手起家 结婚十几年 恩恩爱爱和和睦睦 结婚之前 杨新明还是一个小妄公 由于工作的关系 结识了在瓷砖店工作的刘爱玲 一来二去 互有好感的二人就谈起了恋爱 结婚之后 刘爱玲的父母还资助杨新明 开了一家建材店 杨新明也是疼妻爱子 生意做得越来越红货 短短几年间就开了好几家分店 最后还以刘爱玲的名字 注册了一家公司 这几年公司的规模不断扩大 现在的杨新明 已经是坐拥几千万的大老板了 丈夫现在突然的异常变化 刘爱玲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好几次找机会 想问一问杨新明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可杨新明总是顾左右而言 他最后推说是公司的事情 让刘爱玲不要管了 公司是一个家族企业 刘爱玲的几个亲戚 也在这个公司上班 过去刘爱玲和丈夫一样 也是天天在公司打拼 后来为了照顾孩子 才做起了全职太太 公司的所有事务 几乎都交给了杨新明去管理 现在杨新明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还说是公司的事 刘爱玲这心怎么能够放得下呢 所以刘爱玲就背着丈夫 偷偷地去了一趟公司 这一去刘爱玲发现了更大的异常 不过这个异常不是发生在公司 而是在丈夫杨新明身上 丈夫与神秘女人来往密切 妻子焦躁还 二人结婚以后 杨新明一直希望有个儿子 可刘爱玲偏偏生了个女儿 正当二人筹划着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刘爱玲因病切除了子宫 再也不能还命 难道丈夫有了外遇 可她为什么又被警察抓走了呢 听到这话 刘爱玲的脑子全乱了 逃犯 杀人 丈夫和自己结婚十几年 一直就是杨新明 怎么一夜不见就变成罗工军了 而且还是个杀人逃犯 丈夫究竟是什么人 一场外遇风波 为何会牵出一起杀人案呢 假面女人生 法律讲堂 正在播出 就在前一段时间 杨新明一下子从公司支取了120万元 120万元倒不是什么大的问题 问题是在于 杨新明把这个120万元 直接支付给了一个叫马燕丽的人 马燕丽 一听就是个女人名字 刘爱玲心里咯噔一下 回想起丈夫在扬电话的那一幕 好像就是叫对方马什么 难道就是这个马燕丽 想到这里 过往的情景在刘爱玲的脑海里 一幕一幕的重播着 心中的怒火也一鼓一鼓的燃烧着 可刘爱玲毕竟是见过风雨的人 她没有急于去找丈夫理论 因为她知道 如果丈夫处心积虑的欺骗自己 她现在去找丈夫 无异于打草惊蛇 她什么真相都得不到 所以刘爱玲 一方面安顿财务人员 不要声张自己来过的事情 一方面暗中观察丈夫 打听马燕丽是何许人也 通过各种关系打听 刘爱玲了解到 马燕丽和丈夫有来往 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早在半年前 马燕丽就经常去公司找丈夫 最近虽然去的少了 但是却有不少人看到 丈夫和马燕丽吃饭 最让他不能接受的是 丈夫居然还陪着马燕丽 去过一次妇幼保健院 妇幼保健院 这几个字让谁想 都马上会敏感 这几个字对于刘爱玲来说 那更像是触电一样 震撼着他那敏感的神经 为什么呢 原来刘爱玲一直有一块心病 那就是没有能给杨新明 生一个儿子 二人结婚以后 杨新明一直希望有个儿子 可刘爱玲偏偏生了个女儿 正当二人筹划着生 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刘爱玲因病切除了子宫 再也不能怀孕 而现在想到丈夫的情绪变化 深夜的电话 巨额汇款 以及妇幼保健院的检查等等 刘爱玲的脑子全乱了 她断定 丈夫一定是在外面包养情人了 刘爱玲越想越心寒 一个人精神恍惚的 在家里坐了一下午 忘了去接女儿放学 手机电话也不接 直到丈夫领着女儿回家 她才察觉到 由于刘爱玲没有去学校接女儿 电话响了也没有去接 杨新明以为刘爱玲发生了什么事情 可回到家 看到刘爱玲好端端的在家里坐着 杨新明就训斥了刘爱玲 本就委屈的刘爱玲 受到丈夫的训斥 就歇斯底里的又哭又喊 骂杨新明忘恩负义 包养女人不知廉耻等等 此时的刘爱玲脑袋一片空白 什么难听说什么 把半辈子没说过的脏话 都用在了杨新明的身上 杨新明却是一头雾水 几次上前想找刘爱玲解释 都被刘爱玲推开了 最后刘爱玲甚至发了疯似的 把能够得着的东西都往杨新明身上扔 刘爱玲的举动把孩子吓坏了 杨新明看刘爱玲不听自己的解释 一时半会儿也冷静不下来 所以也没有好气 冲着刘爱玲说 你就折腾吧 我跟孩子去你们家 说完 杨新明就带着孩子去了岳父家 刘爱玲看着被自己砸得乱七八糟的家 看着丈夫带着女儿离开 自己一个人坐在地上哭了一夜 杨新明带着女儿去了岳父家 没有说夫妻吵诈的事情 儿子谎称家里刷了涂料 担心影响孩子的身体 所以让孩子在这住几天 说完 放下了孩子就离开了 当天晚上 杨新明也没有回家 第二天 刘爱玲给父母打电话 才说出了吵架的事情 老两口不相信女婿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赶紧给杨新明打电话 要问出事情的原委 可是杨新明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就在老两口心急火燎的来到女儿家 准备和女儿一起找杨新明的时候 竟有警察找上了门来 警察的突然到来 让老两口吓了一跳 难道杨新明昨晚离开家后 心情不好 开车出了车祸吗 可没想到 警察告诉他们的远比出车祸可怕得多 他们居然听到警察说 杨新明是一个杀人的逃犯 现在已经被拘留了 这 是 也是 听到这话 刘爱玲的脑子全乱了 逃犯 杀人 这几个字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接下来警察告诉他们的话 让刘爱玲更加感觉到自己像在做梦一样 警察说 杨新明是二十多年前涉嫌杀人的一个逃犯 他的真名叫罗红军 刘爱玲一个劲儿摇头 怎么会这样呢 丈夫和自己结婚十几年 一直就是杨新明 怎么一夜不见就变成罗红军了 而且还是个杀人逃犯 这时的刘爱玲也顾不上其他了 他拿上杨新明的身份证户口本 只要能证明杨新明身份的证件 去找公安局理论 公安局收了他的相关证件 但是告诉刘爱玲 因为案件尚在侦查阶段 不允许家属见面 并且告诉刘爱玲 杨新明已经承认自己就是罗红军 那么这个罗红军到底是什么人呢 他是一个杀人的逃犯吗 说来话长 当年罗红军22岁 家住南方某镇 惊人介绍认识了一个女孩 很快两个人就谈起了恋爱 可是镇上有一个小混混 也对这个女孩有意思 并且还经常骚扰这个女孩 年轻气盛的罗红军 怎么能咽下这口气呢 一直想找一个机会 教训一下这个小混混 一天罗红军拿了一根木棒 把这个小混混堵在一个死胡同里 狠狠地揍了一顿 不想竟然把这个小混混给打死了 打死人之后的罗红军 自知闯了大祸 连家都没赶回 及时逃离了案发现场 从此以后 罗红军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下落不明 杳无音信 他失手将情敌打死后 逃往他乡 取其生子 这事难道就这么过去了 警方又到了户口迁出地 查阅杨新明的户籍大案 发现户口迁出地的杨新明 早在1995年就溺水身亡了 这样看来 现在的这个杨新明 应该就是一个冒名顶替的 潜逃21年 为处处积德行善 最终仍因母亲患病 而暴露行踪 原来 警方一直没有放松 对罗红军家人的监控 一个叫杨新明的人 给罗红军的大哥 汇去了30万元 是什么人 会一下子给罗家提供 30万元的巨款呢 警方怀疑 这个事情 跟在逃的罗红军有关 相守多年的妻子 能否为早已脱胎 换补的逃犯丈夫 争取到宽大处理 假面人生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警方二十多年来 一直在追捕罗红军 始终没有结果 那么 警方又是怎么找到 罗红军的呢 原来 警方一直没有放松 对罗红军家人的监控 半年前 罗红军的母亲身患癌症 虽然罗红军有两个哥哥 但是都是以打工为生 罗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 得知自己身患癌症后 罗红军的母亲拒绝治疗 在家里僵养着 不肯给子女添麻烦 但是就在一个多月前 罗家人突然有钱了 还把罗红军的母亲送到了省城治病 经过警方调查 是一个远在千里之外 一个叫杨新明的人 给罗红军的大哥汇去了三十万元 这个事情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是什么人会一下子给罗家提供三十万元的巨款呢 警方怀疑 这个事情跟在逃的罗红军有关 警察调查了杨新明的户籍档案 发现杨新明虽然体型较胖 但是他的相貌和武官 和年轻时的罗红军十分的相似 接下来的调查发现 杨新明的户口是1996年迁入本市的 所以警方又到了户口迁出地 查阅杨新明的户籍档案 发现户口迁出地的杨新明 早在1995年就溺水身亡了 这样看来 现在的这个杨新明 应该就是一个冒名顶替的 鉴于这个杨新明的嫌疑重大 警方立刻对他展开了抓捕 而就在杨新明离开岳父家的当天晚上 便被抓获了 之后在第一次讯问中 杨新明已经承认自己就是罗红军 并且积极配合警方供述了犯罪经过 那么作为杀人逃犯的罗红军 是怎样把自己变成了合法的公民 成功的漂白了身份呢 据罗红军供述 他在逃亡的第六年的时候 在一个饭馆吃饭时 捡到了一个皮包 皮包里面除了有一些建金 还有两份公安机关出具的 空白的户口迁移证明 事有凑巧 就在罗红军捡到空白的户口迁移证明 一个月后和他一些打工的一个工友 掉到水里淹死了 由于罗红军和这个工友关系比较好 所以帮助处理这个工友的后事 在帮助注销工友的户口时 罗红军突发奇想 反正这个工友的户口都要注销了 自己又有空白的户口迁移证明 为什么不把自己变成这个工友呢 这样一来 他就不再是公安机关追捕的对象 于是罗红军就在空白的户口迁移证明上 填上了这个工友的名字 把自己变成了这个工友 并且把户口迁到了离打工地较远的本市 就这样 罗红军就变成了这个工友 而这个工友的名字正是杨新明 罗红军把自己变成杨新明之后 就大胆的在本市住了下来 为了隐瞒杀人逃亡的事情 他欺骗刘爱玲说父母双亡 为了避免警察把他抓获 他一直隐忍着没有回过老家 也没有跟父母联系过 并且公司的名字都是以刘爱玲的身份证注册的 但是逃亡越久 回家看望父母的愿望就越强烈 三年前 罗红军偷偷的回过一次家 给父母留下了一笔钱 又偷偷的离开了老家 回到了本市 自此以后 罗红军就再也没有跟父母联系过 也不敢以自己的真实身份跟家里人通话 只有在出差到外地的时候 才偶尔给家里人打个电话 就在一个多月前 他得知身患癌症的母亲 因为没有钱拒绝治疗 怀有愧疚的罗红军 立刻给自己的大哥汇去了三十万元 连身份都没有做掩护 就用自己的手机给父母打去电话 劝说母亲积极治疗 终于罗红军因救母心切而暴露了自己的行踪 被警方抓住 而至于他的妻子刘爱玲 怎么也不会想到 和自己结婚十几年 时常行善积德的丈夫 居然是一个杀人逃犯 而刘爱玲之前所怀疑的丈夫有了外遇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呢 马艳丽又是十一 丈夫又为何要汇免他 一百二十万元 巨还呢 原来就在罗红军被捕前 他可能意识到自己与家人的联系迟早会被发现 所以尽可能的在安排着今后的事情 马艳丽是一个保险推销员 早在半年前 马艳丽就给罗红军推销保险 但是一直都被罗红军拒绝 直到一个多月前 罗红军才主动联系上马艳丽 要给父母购买大额的分红保险 阳台打电话那一幕 就是罗红军给马艳丽打的电话 而马艳丽说自己要去检查身体 罗红军呢 又急于办保险 所以答应马艳丽陪着他去检查身体 并且顺便谈保险的事情 为了避免身份暴露 他把一百二十万元打给了马艳丽 由马艳丽代为办理保险的事情 可无巧不成书 几次杨新明与马艳丽的接触 都被刘艾玲的一个表姐看到 并且误会 不想参合表妹家的事 又想提醒表妹 所以表姐才让儿子通过网络电话 给刘艾玲发了那几条神秘的短信 提醒表妹 表妹府是不是在外面有外遇了 于是就出现了 刘艾玲收到神秘短信的那一幕 真相大白了 刘艾玲虽然怨恨丈夫的欺瞒 但是毕竟一日夫妻百日恩 他们结婚都十几年了 面对丈夫即将面临的牢狱之灾 刘艾玲急急的奔走 他认为 丈夫已经真心的悔过 在成为杨新明的十几年里 没有做过一件违法的事情 反而处处行善积德 并且 丈夫从逃亡被抓获 已经整整过去了二十一年 所以丈夫的行为 已经超过了法律规定的 二十年的追诉时效 不应当再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我国刑法对追诉时效 是如何规定的 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 第一款第四目规定 犯罪经过下列期限 不再追诉 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 死刑的经过二十年 如果二十年以后 认为必须追诉的 需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 刑法第八十八条规定 在人民检察院 公安机关 国家安全机关 立案侦查 或者在人民法院 受理案件以后 逃避侦查 或者审判的 不受追诉期限的限制 所谓追诉时效 就是指刑法规定的 追究犯罪的有效期限 通俗的说 如果一个人犯了罪 当时没有被司法机关发现 那么经过若干年以后 国家就不再追究了 即便被发现 也不需要再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犯罪行为 在犯罪的当时 就已经被司法机关发现 只是他躲藏了起来 没有被抓获 不管过去多少年 只要他再出现 一旦被抓获 都要承担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 本案中 罗红军犯故意伤害罪 致人死亡 法定最高刑是死刑 那么按照上述法条的规定 他的行为的追诉时效是20年 虽然罗红军逃亡 已经整整21年了 但是 他的犯罪行为 在当时就已经被公安机关发现 并且立案侦查了 所以他不能因为超过了20年而免除处罚 仍然要承担刑事责任 为了减轻丈夫的刑罚 刘爱玲主动联系到了当年受害人的父母 贵求受害人父母的量级 并且主动拿出50万元赔偿给受害人的父母 甚至提出为受害人的父母养老送终 终于真情打动了被害人的父母 被害人的父母 谅解了罗红军的犯罪行为 法庭上 罗红军也深深的忏悔了自己的罪责 他说 他虽然成功的漂白了自己的身份 但永远漂不白他的罪肉 如今 他愿意认罪服法 接受法律的制裁 经过法院审理 认定罗红军犯故意伤害罪 制人死亡 鉴于罗红军到案后如实供罪犯罪事实 当庭认罪 并且获得了受害人父母的谅解 法院最后判决罗红军有期徒刑15年 俗话说 冲动是魔鬼 罗红军被这冲动的魔鬼推向了罪恶的深渊 他虽然漂白了自己的身份 但漂不白他的罪恶 还是那句话 罚网恢恢 疏而不漏 一时的冲动 毁掉的是一生的幸福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伤给儿子操办婚礼 关键时刻却遭人威胁 你儿子欠我的钱还没给呢 咬牙替子还债 不料敲诈却接连无断 你再给我五万元 否则的话 你儿子的婚礼就别想举办成功 报警抓获敲诈者 为何儿子也紧跟着被抓走 儿子和敲诈者到底是什么关系 进不了洞房 进帮房 明日不得